首先 今天的發表會能有這樣子的一個情果 來跟各位分享 主要是去年教育部委託國立臺灣施大增加中心 要把我們請下一張 首先 各位看到 原版 原版我們在2004年到2007年 已經做了一件大工程 花了三年的時間 編了一套常用手禮指點 這個常用手禮指點 是由12位編輯委員 包括殘障社會鼓勵團體的代表在內 當時花了三年 才編了9615個詞彙 三年的時間 才編了9615個詞彙 那當時的這些詞彙是要做什麼用 主要是做教學用 什麼教學 就是我們其中學校 國小 國中 高職 國語文 社會科 這很多學術的用語 教學的用語 那不是自然手語 或者是肢體語言 可以表現得出來的 所以我們很努力地去把一些這裡面的專門用語找出來 同時也把報紙上常見的字詞 還有國語日報 國語詞典裡面 比較常用的詞位選出來 然後分配給各位委員 每個人分攤一部分 去找出他們認為 這個最常用的詞彙刀出來以後 然後再共同一起來討論手語的打法 怎麼打 好 好 那這樣子一來呢 就花了三年收集資料啦 討論手語的打法啦 但是呢 因為這裡面有聽障的朋友 聽障的代表 也有其中學校資深的老師 那每個人的意見都不一樣 有時候對一個詞彙的打法 每個人都認為自己是最有代表性的 自己的手語是最好的 可是有十二個人嗎 十二個意見怎麼辦 就要討論啊 討論成達成共識 有時候一個字要花兩天兩夜 從早到晚 討論兩天兩夜才達成共識 所以你不要看九千六百十五個指揮 為什麼要花三年的時間 因為一直不斷的在 在協商 在協調到達成共識 大家都同意啦 同意什麼 同意三個原則 就是同意啊 任務和翻譯啊 中國有一位名人叫做嚴富 他提出翻譯的原則有三個 哪三個 第一個是信 第二個是達 第三個是亞 不管你是中文翻英文 英文翻中文翻日文翻什麼文啊 手語也是一種語言啊 口語翻手語 手語翻口語 要不要也要遵守這個翻譯的原則啊 所以我們提出三個原則 每一個手語一定能夠很貼切的 很淋漓盡致的表情 達意 把原來這個作者的意思表達出來嘛 好 第二個原則就是 第一個 第三個是亞 以前我們打的手語 有些是不亞的 不好看的 有一些是很難的 很難的 所以我們討論的原則就是根據信達雅 來做最後的共識的原則 最後才在三年裡面 完成九千六百十五個 好 這樣子一來呢 這樣子一來啊 從兩千零七年 這一部 常用手語詞點啊 除了交給教育部報告以外 我相信 民間啊 很少人在用 大家都會覺得 我幹嘛要學那麼多詞彙啊 我日常溝通的手語啊 那就只要一千多個就好啦 那看不懂就解釋啊 就用手語去解釋啊 幹嘛要去背像英文聲字一樣 九千六百十五個聲字啊 所以民間很少人使用 那麼這一次呢 這一次 下一個 這二分一下 這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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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交中心 他們特別熱心 認為說 這麼辛苦啊 創作出來的 手語詞點 居然很少人應用 那現在科技啊 非常進步啊 這個APP也好啦 智慧顯手機也好啦 平板電腦也好啦 這麼進步 可不可以利用這樣的機會 把這些好東西啊 推廣給大家 讓有興趣研究 學習 或者是 教學 想要了解手語的人 也一起來分享 所以呢 才有這個專案的產生 那麼這個專案的產生呢 教育部只限期一年 要完成一年 那在這個一年裡面 我們不只要去修訂 修訂這個常用手語詞點 而且要建立APP的程式 所以呢 這半年來啊 我們真的是 是非常非常的時間 對時間感到壓力 每一次密集的開會 我們這一次 連我在一起啊 有11位委員啊 那大部分都是以前那一些 那一些舊版的委員 還在的 願意再參加的 我們請他進來 那不能參加的 我們就再請一些 新選進來 那在半年裡面啊 半年裡面 我們就密集的 召開會議從早到晚 都沒有休息 除了隨便吃一個便當以外啊 希望趕快把這麼多的詞彙 重新檢視一遍 檢討一遍 看有沒有需要淘汰的 不常用的 有沒有新加進來的 必要的 重新檢視一遍 下一張 就是洗 好 下一張啊 就是 九月開始 要完成這樣的 這樣的工作 所以首先我們去檢視手語啊 哪些職位 是平常大家使用率最高的 我們先把它挑出來 那那些 常常被使用的職位最多的 我們就保留 就保留 那另外呢 不常使用的 就把它刪除啊 是不是 但是呢 中文的詞彙啊 有時候一個字 很多種解釋對不對 有時候一個詞彙 很多個意思啊 所以我們又增加了很多同義詞 同義詞 好 然後 又為了大家點閱方便器件 我們又增加了一個按主題來分類的詞彙 好 另外 因為有些刪掉 有些增加 所以呢 我們原來的詞彙 就有英文解釋的部分 那 英文解釋的部分 是不是也要跟著要修改 要不要 要 英文也要修改 英文解釋也要修改 然後 在 逐自如此 進行 手與打法 討論 然後 也是一樣喔 每次討論一個職位 討論一個段落 大家都很有意見喔 一樣喔 跟以前一樣喔 也是要討論半天才達成共識喔 然後 等達到共識 就是 趕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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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今天 說不定忘記了 又要重新再來 有些不承認喔 我沒有講啊 所以錄影跟照相存證喔 然後 照相的 另外呢 我們這次 照相完了以後 還要用電腦繪圖 電腦繪圖 這次擔任電腦繪圖工作的賴敏輝先生 跟他的太太兩個人非常辛苦 他把我們以前所有的那些圖片 重新再畫過 而且又增加的 又修改的 也重新 重新喔 重新再畫過 重新再繪圖 到現在還沒畫完喔 還在畫喔 好 好 下一張 下一張 那就是說 那我們這一次要作為APP應用程式 用的主要的手語 3的3 加的加 最後剩下幾個 最後剩下 8807個詞位 8807個詞位 我們還有同義詞 再加上3670個同義詞 所以實際呢 有12477個中文的手語詞位 可以給大家定用 然後呢 然後呢 其中 這麼多的中文詞彙 有幾個英文解釋啊 有1557個英文解釋 有一些不恰當的 我們就把它刪除掉了 把它刪掉了 所以也有中文也有英文解釋喔 你要學手語 你也可以學英文 你也可以學中文 那對學生來講 對我們其中學校的學生來講 他要學中文 他又要學英文 那對我們一般人來講 如果你是初學者 或愛好者 你其實也可以又學手語 又學英文 又學中文都可以啊 好 那各位看一下 因為中文的字詞啊 有時候一個字很多個意思 所以呢 好幾個意思的時候呢 就有好幾種不同的手語的答法 所以 這個手語的答法 畫出來以後啊 有時候 一個詞彙 有四種答法 我們就畫四 四種圖片 然後有三種答法 就畫三種答法的圖片 那所以一千兩百四 一萬兩千四百七七個中文詞彙 這個畫圖的人 就至少要畫兩三萬個圖片 所以我剛剛講 這個繪圖 電腦會讀的兩位賴老師啊 特別辛苦喔 到現在還在畫 今天因為他上班 他可能還沒有來 不能來 十點會來 等一下可以跟大家見面喔 好 接下來 我剛剛又提到啦 我們這一次 不是只有詞彙 不是只有修改詞彙 我們還增加了一部分 用主題去分類的詞彙 什麼叫主題分類的詞彙呢 就是說 也許啊 你想要找衣服啊 有多少種衣服可以讓你挑選啊 那我就打一個關鍵字 衣服類 那就會有跟衣服相關的詞彙 一大排就出來了 所以我們也增加一個 按照主題分類的詞彙 增加了一萬五千四百二十四個主題分類的詞彙 然後這個主題分類的詞彙就是這十四種啊 這十四種 那每一種的詳細的內容 就包括這一些 比如說人物 你要找人物 找怎麼找呢 這裡面包括人名啊 問候語啊 人際溝通啊 你要找飲食 那裡面包括飲料 食品 食物 都可以在這一類裡面找到 那這裡面一共有十四類 另外還有一類是複選的 因為有的詞類 它也可以歸納在這裡 也可以歸納在 說不定也可以歸納在這裡 吃了以後很好吃啊 口感很好啊 所以也會有複選的複選的詞彙 所以這樣一共合起來呢 有一萬八千九百四十六個分類的中文詞彙 可以讓大家來點閱 好 下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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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各位 首語詞典 我們原本的首語詞典 是紙本的 是紙本的 是一本書 那一本書有多少頁啊 有一千八百二十頁 這麼厚 各位不相信的話 去我們二樓 特教戲圖 特教戲圖 有一本這麼厚的 一千八百二十頁的 原版的首語詞彙 我們沒有對外 沒有對外 沒有對外 辦賣 只有作者一人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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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資源 特教資源中心啊 我們戲圖啊 或者國家圖書館啊 有這個原版的一千八百二十頁 好一千八百二十頁 是只有九千六百十五個職彙喔 如果今天我們修改之後 變成一萬八千 一萬五千個職彙 那請各位想像一下 如果把它做成紙本的話 它是不是要更厚更厚 那這個攜帶太不方便了 攜帶太不方便了 所以現在科技進步 現在有APP 現在有平板電腦 你只要一點進去 那個一千八百二十頁的內容 或者是更多更多的那些東西 你一點進去 你就可以找得到啦 好 那除了這個修訂百分十點啊 除了有平面的圖片以外 我們還有動態的手語錄影啊 因為手語是用打出來的 還有表情啊 還有知識啊 還有動作啊 還有肢體語言啊 那你平面的圖畫 平面的圖畫 有時候看不懂啊 那個方向啊 那個部位啊 究竟在哪裡 不太確實啊 但是如果你用錄影的話 那所有的表情姿態 知識動作 就可以很清楚的呈現出來 對不對 所以除了圖片以外 我們還有錄影 另外還有附錄 就是你怎麼樣查 怎麼樣點閱 可以用護手的所影 用品化的所影 還有手語的六十個基本手勢圖 我們還有這麼多的附錄喔 還有以前史文漢和陳采平 他們從美國引進的那個 國語口手語的音標手勢 我們也呈現出來 因為這個我們的小朋友要學注音符號 會比較標準啊 注音符號會比較標準 國語口手語的音標手勢圖 還有英文字母的手勢圖 英文很多英文的 手語詞彙打不出來的時候 都是打第一個聲字的第一個字母啊 A啊 B啊 C啊 D啊 E啊 很多很多美多的英文啊 那個自然手語打不出來的時候 都是打第一個字的第一個字 所以啊 我們也把英文的字母的手勢圖 也把它附錄裡面呈現出來 接下來修訂十點APP 我們還有一個功能 就是各位如果你有興趣 你去點閱 然後你學啦學啦學啦學完一段時間以後 你想知道你究竟認識 你究竟學會多少的手語詞彙啊 你可以自我測驗一下 所以將來我們也會富有測驗的功能 可以幫助學習手語者 了解學習之後 有多少成效 你記得多少 學了一年兩年以後 你還記得幾個生字 這個成效 這個成效 好 然後這個測驗 是怎麼做出來呢 這個測驗 將來 會有什麼呢 會有一些 會畫和一些短文來測驗你啊 還有一些詞彙來測驗你啊 還有一些詞彙來測驗你啊 那這些詞彙 跟這些會畫 跟這些短文 你看啦 懂不懂 會不會 從哪裡來 就是從我們前幾年發展出來的 初階手語教材 跟進階手語教材 裡面的內容 有會畫 有短文裡面抽出來 來測試大家一下 所以這個都是我們自己 我們這個小組自己 編制出來的智慧成果 我們不是去借用別人的東西來使用 都是我們自己研發出來的東西喔 好 那麼 這個測驗的部分啊 只是呢 把內容取出來以後 把它做成無聲檔 無聲的 然後呈現錄影帶 然後看你看了以後 你看得懂 看不懂 所以可以作為自我測試的測驗內容 下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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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張呢 請誰幫忙念一下 請阿呆幫忙念一下 怎麼樣點閱 對 點閱方式 修訂版首語詞典 ATP的點閱方式 以照一方詞典的編頭方式點閱 首列部首 再按部首所屬單字 之 以化順序 由簡至白 依次編列 每一單字 所列之詞彙 多華不盡 常 本事常用與否為主 點閱詞彙時 可先就 不首 所以表 所列之不首 再按筆劃順序 找到所要找的詞彙 或直接輸入關鍵的字詞 或尋找主題的詞彙 就可以很快找到目標 這一段的意思有三個 第一個 就像查字典一樣 你查字典的時候 是不是可以按照筆劃的順序 第一個字 擠劃 然後你去找擠劃 你就可以查到擠劃 一排你要找的詞彙 這是第一種傳統的方法 第二種呢 第二種就是 現在是智慧型手機啦 你還要不要寫一話兩話三話四話五話 然後呢 按照筆劃 再去找這個詞彙啊 說不定不需要 你只要把你想要的那個詞彙 所以就直接寫嘛 用寫的寫進去嘛 就直接輸入關鍵字詞嘛 這是第二種方法 第三種方法就是剛剛講的 按照主題 我要找食物 我要找動物 那我就輸入主題的關鍵字 所以一共有三種點閱的方式 很快就可以找到目標 好 好 下一張 好 下一張啊 這個預期開發建置APP應用程式的成果啊 這個就是我們這一次今年啊 這個最後後半 後半特教中心要完成的部分 完成了以後有什麼用 我們來請如君老師幫你練一下 預期開發建置APP應用程式的成果 一 本詞點主要目的在提升特教教師的手語教學技能與教學品質 二 本詞點同時希望能幫助聽障學生提升中文及英文的手語程度 語文程度 三 本詞點希望能促進台灣北中南東領導各地區的手語交流 四 預期本詞點能讓閱讀者同時認識一個詞彙的自然手語文法手語 傳統習慣性手語的各種不同打法 五 預期開發建置APP應用程式後 提供社會大眾有興趣學習手語者 將更具有推廣手語的重要功能 這個是主辦單位希望達到的這五個預期的目標 但是對我們教育系統的老師來講 我們最早最早其實就是這一個 這第一個跟第二個這兩個目標 那我們現在把它擴大成這三個目標 最主要的就是說 因為台灣雖然很小 可是北中南東 各地學手語的人 現在年輕人愛好手語的人很多 包括老人家 退休的人沒事做 他也很喜歡去唱唱手語歌啊 學學手語啊 這個也是很好的虛弦活動啊 也可以把它當作一種藝術表演啊 可是呢 問題來了 就是各地區各地區有不同的手語的打法 所以我們這一次啊就是盡量 只要有人告訴我們說 有的地方這個手語是這樣打 那我們就把它收進來 所以不管他是自然手語啊 文化手語啊或者傳統手語啊 北部 中部 南部 東部 偏遠地區 只要有人提出來 我們就盡量把它收納進去 我們沒有先入為主 或者排斥什麼排斥什麼的這種態度 好 所以原先 等一下 我想原先只是為了這樣子開發原版的手語 詞點 那這一次希望擴大三四五這樣子的功能 所以希望將來建置完以後 這個學習手語的風氣會更加的流行 然後年輕人也好 老年人也好 學生也好 研究者也好 有興趣的 就大家可以互相交流 互相提供訊息 所以並還可以發明研發更多更多的手語出來 好 那最後我來介紹一下 我們這一次修訂的手語詞點的一些編集委員跟審查委員 首先這個專案是特教中心申請的 特教中心主任張正芬今天有要工 所以不能親自來向各位致敬 請我們共同主持人柯老師代表 那我這個老人家各位可以知道 法昌昌勢茫茫 今年已經七十八了 從十八歲開始從事農教育到現在 接近一家子喔 當初 當初進台北芒芽學校 也是學自然手語啊 然後跟那些老先生 學一課 然後上課就教一課 學一課就教一課 就這樣子慢慢慢慢慢慢累積下來 但是一直到現在 他們還不讓我退休 已經失聲立結了 失聲立結了 還要還不讓我退休 我希望特教中心高台貴手 讓我休息一下 我該休息了 好 接下來是我們 台北市立集中學校 退休主任 許清彪主任 他非常辛苦 所有的拍攝錄影帶 從頭到尾都是剪接 包括剪接 包括這個字幕 字幕 都是他一個人負責 從原版 從教材 從十三年前開始 我們就一直都是非常好的工作夥伴 當然他任老任怨 不計代價 這樣子奉獻 這個就是特教人 特教人的精神就是這樣 好 退休了 還在為我們奉獻 好 第四位 就是等一下 我要請戴素美 戴主任幫我主持下一場 台北市立集中學校 現任學務處 呃 戴素美主任 在前面 好 接下來 是台中集中學校的 退休老師 謝茂昌老師 我告訴各位喔 他是第一位 台灣第一位 龍人上大學的大學生 對不對 台灣第一位上大學的大學生 先是進土木系 後來再轉到歷史系 後來再轉到歷史系 第一位大學生 龍人上高等教育喔 不容易喔 非常辛苦喔 單打獨鬥出來喔 好 接下來 陳清美 陳清美呢 那就是比較後面的 也是台中集中學校 我的學生啊 其實 他從小 就是在普通 國小 國中啊 大學長大的 有一天 去台中集中學校參觀 然後他要跟集中學校的 學生溝通 沒辦法溝通 他不會手語 他是普通學校長大 但是其中學校 不會口語 所以只能筆談 筆談 可是筆談出來的東西 陳清美看不懂 看不懂 因為他龍人寫出來的文章 邊邊倒倒 有時候缺這個缺那個 陳清美 他本來是一個 非常優秀的 非常優秀的 醫師技術系畢業喔 是學理科的喔 學醫科的喔 他後來看到 其中學校那些學生 寫筆談 寫個通順 所以他後來就想說 我怎麼幫助他們啊 要幫助他們 怎麼幫助啊 所以他後來又來考 彰化師大特教系 然後我硬是在三年裡面 把他逼出來 逼出來會講話 但是到現在 他還是非常要防衛他的龍人文化 雖然會講話喔 我逼他學口語喔 他可以講喔 但是他還是不講 他還是要打手語 他認為手語才是龍人的文化 所以陳清美昨天在台南他出席啦 今天台北他就沒有來 他也是總統 我看李登輝總統表揚過的傑出的 女青年喔 好 接下來 莊明華老師 是台南起中學校退休老師 他現在在美國 今天沒有來 最後下面還有一位 陳美麗老師 也是台中起中學校 也是台北起中學校 也是台中起中學校 也分享他的教學經驗 好 下一位 賴明輝 就是負責電腦會評的 十點鐘會來 好 接下來下一位 是我們公共電視聽聽看節目的 您手語翻譯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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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媒體製作 他幕後一定有很多的幕僚工作的推手 他在幕後做了很多編劇啊 做了很多手語翻譯啊 的工作 推動整個公共電視 對外行銷節目的製作 的幕後的推手 魏如君老師 昨天他的分享非常精采 接下來 許金橋 好 金橋老師 他是我們台灣師大特教系 唯一一屆 學士後40學分班的畢業生 但是他從事手語翻譯工作 非常 資歷非常深 現在已經當到督導了 當到督導了 對 特教老師不當去當手語翻譯 這個對特教系主任來講 很失望 很失望 好 沒關係 不同黨位有不同的貢獻 謝謝 接下來 黃麗蘭老師 是屏東大學特教系 以前的手語老師 今天沒有來 昨天出席了 在台南出席了 另外一位 就是我們這個專案的專任助理 馬小姐在後面 以上就是我們這個編輯委員小組 那我剛剛沒有介紹張正芬主任 還有沒有介紹柯老師 他們下午會自己介紹 好 下面還有三位 是我們修訂完這個 常用手語詞演以後 我們要請三位評審委員來評審 看我們修訂的結果 他們滿意不滿意 通過通過 其中第一位 就是今天等一下跟各位分享的主持人 公共電視聽聽看主持人 陳年喬主持人 好 第二位呢 就是中華民國榮民協會前理事長 黃淑芬老師 他很棒 又會講又會打 今天沒有來 他也是審查委員 第三位 是國立新竹教育大學的手語老師 以前也是啟通學校非常資深的老師 然後再去美國進修 回來以後 在新竹教育大學擔任副教授 也是手語老師 所以請了三位審查通過 所以我們才敢公開發表 我們修訂的常用手語指點 是很嚴謹的 是可信的 是可靠的 是穩定的 都會被放心使用